别话走 重庆藏着一处深山版的紫禁城 鉴于明代 花费相当于现在六个多亿 关键的是 主人的身份至今是个谜 今天随于胖打探十六所院落 220间房 灰龙庄 奔起来吧 来 不是电视剧 来 是真人真事 来 是我们重庆人 个人演 哎 个人的故事 Let's go 烟花 Let's go Let's go 烟花 Let's go Let's go 烟花 Let's 据始料记载 惠龙庄用一工三百八十余人 宾室两百人 平均用工量近六百人 占地面积两万平米 899扇窗 每天砖人都需要开半日 西兰地义庄可见不是浪得虚拟 庄内的木窗以栏木为主材 明清的宅院都是由理字规范的 一般百姓正房不能超过三间 一字五品官 厅堂各七间 清王府大门为五间 正殿为七间 后殿五间 二百二十间房的惠龙庄 号称小故宫 一点都不为过 房间超标也就算了 雕刻更是建议 用上了龙凤为图案 谁是这里真正的组员 视频最后为大家揭晓 庄园座西朝北 富士四合院布局 由三百二十八根石柱 请起了石墓结构 屋顶整体为玄山顶 大的厅堂 则用巴蜀流行的川斗 台梁混合结构 台梁上更是细工雕刻 以金粉覆盖陀峰 青砖碧瓦足 雕梁花洞 寄然不动 康熙玉笔的祖德流芳 能和小玄子搭上交情的 不是小六子 难道是小柜子 山庄设精巧 鸳鸯亭内 池水自建类循环系统 水慢则自排 水盒则自营 不长不落 排水口至今都是个名 此维惠龙庄的过厅 过厅主要是用于休闲 和通风纳凉的地儿 但是这里 被莫名的裁除 仅留下四个十堆 这也是惠龙庄 诸多未解滋谜之一 院内配置齐全 习武厂 戏楼 私俗 井亭 碉楼 遗应亭 水池拱桥上的鸳鸯亭 没事的时候拍拍拖 一旦遇到小六子来骚扰 撬开石板 就可钻进去 躲猫猫 桥内足可容纳40人左右 在靠近水面的位置 有四个急不易被人察觉的小孔 既是气孔 又能挤水 使得长生在桥里的人 至少能安全地隐藏齐天作用 庄园现存一大一小 两个雕楼 其中最高的一座38米 全土木结构 墙体的厚度半米以上 是目前重庆保存下来最高的标准 揭秘的时刻到了 听鱼胖说说谁是主人 惠龙庄的主人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主要有三个 一是平溪王吴山贵所建 二是贪官合身出资建造 三是建文帝修建继续做皇帝梦的地方 鱼胖倾向于第一种即吴山贵所建 主要来源有三处佐证 一根据四川社科院刘希玉老师的考证 惠龙庄并非仿制紫禁城 而是与昆明的平溪王府的建筑格局相反 而且吴山贵确实有喜欢搞房地产的癖好 昆明四伯园上的经典和遍布他辖区的勋庄 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 惠龙庄内部的一些建筑印记也是在隐色它 像在庄内中堂屋底上的横梁 能看到吴山贵三个子 无独有偶 庄园内兵种的石碑上出现的红化莲号 正是吴山贵孙子在其死后使用过三年的联号 最后一个否证就是前南蒙世浦的记载 吴山贵在公元1662年 杀害永利第一加25口 还留下了猪油郎未满三岁的儿子朱慈患 吴山贵去世后 将阮禁于衡阳已经18岁的朱慈患 托付给了王姓的将军 后来在吴四番时 这位王将军带着朱慈患一行 签注到惠龙庄再图大业 种种迹象表明 惠龙庄大概率是吴山贵准备的避难之所 也是他众多的勋装之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微微中华 感谢点赞关注的嘉宁们 富贵荣华